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it0.com为大家提供的NodeGS系列教程 我是竹家老师大帝 这一讲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Express框架的安装以及使用 在前边的课程的话 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NodeGS基础以及我们这个MogoDB基础 还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NodeGS来操作我们这个MogoDB数据库 那从这一讲开始的话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个NodeGS的一个框架 这个Express框架 我们讲完这个Express框架以后 我们用这个Express框架结合我们这个MogoDB 那我们就可以写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项目 那下面的话我们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Express框架 Express是一个基云NodeGS平台快速开放集结的这个Web开发 框架 如果把我们这个NodeGS比作这个原生的JavaScript的话 那我们这个Express就相当于这个GQ 它和我们这个原生NodeGS的关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那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Express的一些特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Express是一个基于这个NodeGS平台的极解灵活的Web应用开发框架 它提供一系列强大的特性 帮助你能快速的构建这个Web和移动设备上的应用 其次这个第二个就是它提供了这个HTTP的一些快捷方法 以及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这个中介介 让我们开发这个项目的话变得会更简单 那还有就是我们这里边这个第三个就是Express不对这个NodeGS已有的特性进行二次抽象 只是在它上扩展了Web应用所需的这个基本功能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它就是告诉我们这个Express框架的运行速度 其实和我们这个原生NodeGS的运行速度基本是一样的 这就是这个Express框架的一些基本介绍 行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Express框架的这个使用 那首先的话我们要用这个Express框架 我们首先得知道我们在哪个项目里边用这个Express 对吧 首先得知道在哪个项目里边用这个Express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步我们得CD到我们这个项目里边 第一个CD到这个项目里边 我给大家写一下CD到项目里面 然后第二步的话我们需要安装这个Express Express Android Express 安装的话我们去通过NPM NPM Install这个Express 框架 C5 或是用我们给大家说的CNPM 也是可以的 对吧 CNPM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 就是你加上这个框架C5的时候 我们表示把我们这个Express 这个写入我们这个依赖 所以写入依赖之前 我们还需要进行一步 就是NPM 应应他 框架Yes 或者是NPM 应应他来创建我们这个package.json 创建package.json package.json 行创建完成以后 那我们第三步要进行安装 安装完成以后 那我们第四步我们就可以引入Express进行使用 引入Express使用 使用 行 引入的话那就是通过VAR一个Express等于Require Require我们这个Express 引入完成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它 但是使用之前你还需要定一个VAR一个APP等于一个 6一个6一个Express 实类化一下我们这个Express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APP.get 来使用我们这个Express 啊 这表示配置路由 行 那下面我们用代码给大家也试一下啊 IQ 然后IES 这就是他的呃 他的使用的方式啊就经历我们这么几步就OK了 行那下面我们一步一来 那首先的话我们在这个项目里边想想用我们这个Express框架 所以我首先的话第一个cd到我们这个项目里边 cd进来以后那我们要用Express 我们首先的安装安装就通过我们这个CNPM Install InstallExpress 然后--save 当然你用这个的时候我们说了啊 就是用这个安装Express-save 它表示写入我们这个依赖 所以我们首先cd进来以后我们还要NPM inint对吧 inint 你也可以用啥呢 用我们这个NPM inint --什么呢 --s 来生成我们这个package.json 来管理我们这个项目以及配置我们这个项目 行那我们稍等一下 它这里边应该就会给我生成一个package.json 生成一个package.json 那我们看一下它这里边有没有生成 你发现这里边就生成了这个package.json 这里边有我们的应用基本信息 包括可以配置我们这个应用的一些依赖信息 行那这样 就是第一步ok第二步ok以后 那我们进行第三步 第三步就是刚才看到的啊 cnpm inint inint express 然后--save -save 表示把我们这个模块写入到package.json 这个依赖里边 行那我这里边让它安装着 那安装完成以后 那下面的话啊 就它这边安装完成以后 那下面的话我们就使用这个Express 但是上面是我这个备注 那我就在下面使用 使用的话 你首先得引入这个Express Express 就这样去引入 引入以后那我们再定一个APP APP 等于new 实类化一下我们这个Express 啊 这样去写一下 实类化Express 引入实类化 啊 实类化 啊 这上面表示引入 引入 并且实类化完成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Express 框架来配置路由啊 这叫引入 啊 引入 当然你配置路由 那我们看一下啊 配置路由怎么配置呢 就通过aapp.get 啊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我们在前边是不给大家封装了一个 类似于Express框架的这样一个路由啊 行那我们看一下 那这里边我们用这个Express 配置路由 那就非常简单了 req rex 行就是你目楼打开以后 他就会访问这么个地址 访问这么个地址 那我可以给他返回一句话 比如rex点 一个send 那我们一切封装了一个send方法 那这个send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一个right和end啊 比如说我叫 叫你好Express 行那这样我们这个路由就配置好了 配置好以后 那下面我们诱约运行 是不是应该能运行这个项目 但是你预计这个项目的时候 你要在哪个端口以及哪个域面下面运行 所以我们还要通过app.listn 来接听我们这个端口 比如说我们叫三切端口 然后这里边IP地址叫127.0.0.1 那这样我们一个简单的Express应用就走起来了 行那我们看这里边安装成功了 已经安装成功了对吧 安装成功以后 那我们运行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来右键运行一下 右键运行 行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打开我们这个Localhost 3000 Localhost 3000 Localhost 3000 那这时候大家看一下 那这里边你好Express 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Express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使用 经历这么几步 第一步C道项目里边 第二步NPM 它创建Package 第三步安装Express 杠杠C5 表示把我们这个Express 写入到我们这个依赖里边 然后下面的话 我们要用就是引入Express 引入以后我们实类化这个Express 实类化以后付给这个APP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APP.get 来配置这个路由 AP.get 表示就是 如果鞋盖 表示你这里边啥都不传 对吧 它就表示加在我们这个模块 如果这里边 你再看一下 如果我这里边APP.get 一个比如说叫news news 就是那这里边我是不是加在news 模块 这叫news news 对吧 那你这时候看一下 我保充一下 然后我再运行一下 那这时候我们在上面输入一个news 那这时候它是不是就出来一个news这样的模块 你看啊我这下走一下 你好Express 然后我这里边写个news 走 是不是就news模块 那这个和我们以前封装的这个 就是类似Express的框架的一个路由 是吧基本差不多 那其实在这个Express框架里边 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这些路由啊 它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就是更强大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中介介 比如说我们这个路由的切套 比如说我们这个动态路由 行那下面我们一点这给大家讲啊 那下面我们再给大家复制一个代码啊 这叫比如说叫01啊 01叫Express Express这个DX简单使用 啊AP.js.js 行这是第一个备份一下 那第二个里边那我把上面的都去掉 还是放到这啊不去了 那下面的话我们再给大家配置几个路由啊 这就是我们的简单路由 比如你有好多模块你就配置几个 比如有登录那就啊 登录对吧那这样是不是就是登录的模块 啊执行登录的模块 登录模块啊 那下面再继续如果这里边过来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注册 i-j-i-s-t-r注册那这样是不是就是注册的模块 注册模块 i-j-i-s-t-r注册模块 行那这样没问题没问题以后你再重新运行一下 重新运行以后那我们这里边刷新一下 news news那你这里边写longi 是不是就是我们登录模块 如果你这里边叫i-j-s-t-r 是不是就是注册模块 这就是我们这个express配置路由 但是这里边这是get啊 这表示接听我们的get这个路由 他也可以接听我们的post 你比如app.post 那这样他可以接听到我们这个post请求 比如说叫do longin do longin请求 他可以这样去接听 然后这里边有这个i-j-i-s i-j-i-s 这是接听post 这个post的话 我们待会再给大家讲 叫post post 那我先把它注视掉 那下面的话在这个 就是我们的get传执里边 他还可以配置动态路由 要注意叫动态路由 动态路由 什么叫动态路由呢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新闻详情 news content 新闻详情 那新闻详情的话 我们从新闻列边跳到新闻详情 我们得把我们具体哪个新闻给它传过去 比如一号新闻还是二号新闻 我们想的是回头这样访问 就你这样访问以后 你看我们先这样运行一下 news content 那这样访问的话 它确实可以出来 比如叫news content 这个模块 新闻模块 稍等一下啊 它确实可以出来 来走一下 是不是news content 模块 确出来 但是我们从其他页面 跳着到news content 以后 我们想的是在URL里边给它传值 比如传入一个123 那我们能在这个news content 里边拿到你这个123 这边传入个456 那能拿到这个456 那如果按照我们刚才这种配置路由的方式 那你这个路由是要配置 如果这个呃 后边这个值 它动态的有N个 那你这个路由 是不是要配置N个啊 那当然这样不合理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配置动态路由 仔细看 配置动态路由 就到news content 里边我们这样写 比如叫个AID 这就表示配置动态路由啊 这样一配置以后 那下面的话我们就可以 可以在这里边给它动态传值 你比如说我走个456 走个123 123 或者随便来几个值 那后边这个news content 后边这个值 它就是这个动态传值 动态传值 那行 那你这样可以传值 那我们怎么在这里边拿到这个值呢 叫获取动态路由的传值 那我们可以这样去拿 你看啊我VR一个 或者我直接打印一下 我们就呃 打印一下叫IQ IQ.params.log 我们看一下IQ.paramers 是个啥东西啊 来你看一下 我运行啊走 你发现是不是有个AID 这么个东西啊 那这里边你再看一下 我传入个传入个12走 那是吧AID等于12 那这个IQ.paramers 表示啥呢 表示获取这个动态路由的传值 那行 那你看这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写VR AID等于谁呢 等于我们这个IQ.paramers 下边的这个AID 为啥它这里边叫AID呢 因为你上边这个动态路由配置的 接收我们这个动态传值的一个参数 就是AID 所以它这里边就拿到这个AID 行那拿到以后你看一下 我在下边输出一下啊 我输出一下 这里边加杠杠 然后加AID 行那你看一下我们再运行走一下 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再走一下 是吧12拿到了啊 这里边我传入个333走 333 然后传入个444 444 这就是我们说的动态路由 那下边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这个get传值 那我也把这个备份一下啊 叫express express express 这个动路由 路由 以及动态路由啊 当然我们以前封装的一个 呃 类似于express框架啊 类似于express框架的路由 但是可以简单的实现这个get post的功能 但是我们以前是没有给大家封装这个动态路由 对吧 它这里边也有这个动态路由 那其次我们下面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get传值啊 我把呃有些东西写就去掉啊去掉啊 看一下我们的get传值 就是我们说呢 你从新闻里边跳到新闻详情 一种是哎 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 那我们以前也借过另一种传值的方式叫什么呢 叫get传值 就这里边我写个aid等于123 那叫这叫啥呢 这叫get传值 那行那下边我们再继续配这个路由 比如说我配这个叫啊 叫prodlct product的页面 那app点一定要注意 app点get get 第一个参数就是你要匹配的这个路径 一定要注意 要加上斜杠 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回调函数 回调函数里边就有我们这个 iq和is iq表示你 获取有儿的信息 is 表示你给我们这个浏览器 响应信息 那行那我们看一下啊 那这个我们看一下怎么 获取动 获取这个gant传值啊 获取gant传值 那这里边我就 就是is 点一个set啊 这里面 here 的s 这个方法是我们这个express 内置的一个方法啊 相当于一个right和一个and 啊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 bikes 人 赚和一个and 啊 这个我就不敲了 行那这里边我们写个 cost 然后啊就这样就行啊 那你看下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主bow 那我这边写个路由叫 PRODOCT 走 PRODOCT 不对吗 来重新启动一下 一定要注意 那这里边还是写错了 我刚才把这个删掉了 我们这个运行的项目不对 这里边我还原一下 我们运行的项目不对 我们在APP里边应该改它 APP里边 那行 APP里边 我再把上面这些东西再重新来一下 一定要注意这个项目 先到下面我再把这个复制过来 再重新启动一下 那这时候你看一下 走一下 PRODOCT 是PRODOCT 那我们下面想怎么传值呢 我们想到AID等于123 这样去传值 那这个传值方式 这就是GET传值 一定要注意 这种叫GET传值 然后上面这种方式 我们叫动态路由 动态路由怎么传呢 动态路由它刚才是什么呢 是news content 下面的斜杠 斜杠123 或者456 就后边这个值叫动态路由 然后这里边的话 我们这个叫GET传值 那行 那我们看怎么拿到 是GET传值啊 那GET传值的话 那也是通过IQ 啊 IQ 点Q EY 点Log IQ 点Cory 来获取我们GET传值啊 当然我们以前原生的这个 NOTJS里边 我们是否还要用什么 我还要用UIR 模块来解析到IQ 点UR 然后再点Cory 点Path 对吧 UR模块点Path 来拿到我们这个GET传值 那先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叫 IQ IQ 来获取这个GET传值 GET传值呢是不是也是加什么呢 加上我们这个IQ 点Cory 点R 比如有个AID 对吧 点AID 啊 AID 比如说你还要加水呢 加一个杠杠杠 再加上还有我们这个IQ 就是点Cory点一个CID 对吧 点R CID 行 这就是我们说的GET传值 来预行一下 来看一下啊 走一下 AID等于 10123CID等2220出来了 包括页面上 你看一下 是不是也打印出来了啊 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简单 这个路由配置 以及我们这个路由的一个呃 传值 路由传值 风味两种 一种叫动态传值 一种叫GET传值啊 行 那我们这一讲的话 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 那下一讲的话 我们继续给大家看一下 Express里边的其他东西啊